人行道透水地砖呈现两种颜色 这是因为破损后补薪的关系 但这样秀秀补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整平 位于新店央北社会住宅外的人行道 因为常有破裂出现凹凸不平的状况 和平里里长颜培书就表示 曾经有市长朋友因此跌倒 所以新北市议员刘哲彰得知之后 便邀请了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他指出尤其设宅设有多个社府机构和诊所 地砖高低不平会形成安全隐忧 透水砖的人行道常常有破损的情况 所以造成很多的小孩子老人家或身上人事 常常会跌倒或是受伤 议员刘哲彰表示 杨北社宅另一侧已经改为压花地平相对的平整美观 要求有关单位紧速将周边人行道全数改善 另外针对道路侧钩勾盖 中山里立长潘威智向议员反映 因为是预柱型水沟盖 车辆经过重压时会发出声响 形成扰人的噪音 根据了解除了部分建案外围已经改为常住型水沟盖 但公园预定地及设宅周围都未更新 预估范围约有2500公尺 所需的经费庞大 对此新北市议员刘哲彰则建议可以运用平均地权基金来改善央北重化区整体的基础建设 那请这个侯市长跟这个地震局利用这个平均地权基金 因为这个基金的经费比较大 才有办法解决整个央北重化区这个水沟盖的问题 还有人行步道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是来会摊 有问题的路段我们把它标示出来 那标示出来以后 一并由这个地震局来拨款 然后由新共处来兴建改善这样子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表示 先前市政总质询已经特别关注这个议题 这次会会刊就是希望能够一一检视清点有问题的路段 人行道并且加速改善 提升央北重化区的居住品质 同时也让14张必单元重化区在开发时可以借尽 打造优质的居住环境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新店采访报道